风能进 雨能进 嘿 你是不是又在黑我们龙家的豆腐渣工程 哎 什么呀 我这是念一句英国的名言 说的是一个人的住所就像他的堡垒一样 绝不能受到公权力的随意侵害 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 嗨 国王啊 是你们西方落后的封建势力的代表 他当然不能进人民的家了 他才不懂得和人民心连心的道理 国王的政治觉悟怎么比得上我们呢 我们从来都是和人民打成一片 人民的家就是我们的家 党和人民啊 不分家 不分家 哟 那还真不奇怪 我发现疫情风控时的入室消杀 你们真没把自己当外人 你们的大白们 有的是不经同意就强行闯入市民的私宅 毫不尊重屋主的房屋所有权 还肆意对待屋内财产 更不在乎屋主的隐私权 我看入室消杀是假 入室抄家是真 什么什么 抽家 哪儿呢 带上我 领导 醒醒 她这是给您下套呢 我还以为回到了我的青年时代了呢 嘿嘿 你这个刁钻的老鹰 什么这个拳的那个拳的 听得我脑子都疼了 你们这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家伙 整天就是知道拿这些鸡毛蒜皮的 这个拳那个拳的一套鬼话 来毒害我们的人民 我们农家人不吃这一套 对 我们告诉你 我们保障的是人民最重要的一项权利 生存权 消杀到底 宁可抄家三千 不放过病毒一个 饭可以不吃 家可以不要 病毒一定要赶跑 我们就是这么热爱自己的人民 这个觉悟啊 你们鹰家人真做不到 家可以不要 说得轻松 恐怕这个家是人民的家的时候 你们才可以这么洒脱吧 那我把你们在我家后院那些豪宅 也消杀一下 不不不 那是两回事 对对对 你这是无理取闹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严肃的问题 事关人民的生存 生存 有什么比生存还重要呢 所以你们就打着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着想的幌子 把人民的财产权 隐私权都弃之不顾了吗 只有在人民只顾得上生存 不对 只有在人民的生存得到了保障 人民才会拥护我们的统治嘛 对 俗话说人民有钱就变坏 哎 我算是懂了 消杀也好 抄家也罢 都是你们驯化人民的一部分 谁知道人民要是习惯了财产权和隐私权以后 还会要求什么更多的权利呢 嗯 如此可教 话操理不操 哎 你当我是夸你呢 爱吗